929598 进到加油站 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个招牌 但除了标价之外 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想知道答案得从电油开始收起 原油进入加热炉加热 之后进入蒸馏塔 费点最低的是汽油 最先被气化上升冷凝 还没被气化的原油就往底部掉 以此类推 接着是煤油柴油等 一个个被分离出来 蒸馏之后所产出的汽油 还不适合车辆使用 得再经过不同特性油品的 相互参配混合 我们油品作为车用燃料 跟一般在比如说工厂的燃料 或者我们的花电的燃料 这些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车子出门每一秒都在改变它的条件 所以我们对油品的要求是 每一个细节都要兼顾到 在这样的条件下 所参配出来的汽油 在根据其新碗值的高低 分成92 95和98 基本上新碗值越高 它抗暴震能力是越好 92的无间汽油 它抗暴震能力比较差 那98抗暴震能力比较好 新碗值是各式汽油最大的不同点 也是让引擎正常运作的关键 既然专家都说 新碗值越高效能越好 那为什么不大家都加效能 最好的油就好了呢 这是因为每台车的引擎设计不同 不能一视同仁 该加98的车加了较低等级的油 会让引擎燃烧不正常 加速磨损而且耗油 相对的该加92或95的车 硬是加了98的油 会让燃烧温度过高 烧坏排气门 不会增加马力 当然也不省油 更糟的是 还会排放出更多污染物质 由此可知 加了新碗值不合的油 就会让爱车保充骨头 所谓的假油更是如此 例如摻了工业酒精甲醇的油 会把新碗值提高到107 或是加入了不明油类 充当汽油 新碗值的变化就更无法预测 像长保爱车的寿命 千万得慎选油品才好